好 今年建国一百年许多的游戏软体公司呢 其实也都有打出庆祝建国一百年为噱头 经营玩家用力的闯关 而国使馆就顺势推出纸上游戏 好让大家扮演革命先烈 体验当初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壮志 在玩家俱乐部当中可是现在最夯的一款游戏 庆祝建国百年这一群人围在一起玩的桌上游戏 很特别可是国使馆委托设计的辛亥革命 以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后 革命军控制武汉三镇为背景 发展的游戏在国庆日前发表 抢双击 这些卡片呢都是依照史诗所改编的 像是呢革命军会抽到有 孙文返国学生响应黄兴演说 抽到他士气都会提振 另外呢清军也有一些反制的卡片 像是呢袁世凯揽拳清军起义 或者是火攻汉口 会把每一个史实通通纳进游戏的过程中 是觉得设计还蛮不要 枯燥的历史事件融入游戏中 从玩中学 革命军和清军相比 武器简陋 但却战斗力学足 清军他们就士气就比较低落 一开始就不是很想打这仗 见过百年国使馆推广历史 之前还研发军阀游戏中原大战 颇受好评 中华民国即将庆祝百岁生日 复古游戏意外 叶爆红 就像黎正华一家里台北 采访报道